哈囉大家好我是凱月娜 歡迎收看今天的星界神話 OK那星界神話這個 每周一固定了但是 啊總之就是 今天住家裡了 就是上傳速度會變比較慢 所以說出片時間會比較晚一點 就希望大家可以再 因為我知道就是我的實況 就是每個影片 每一種遊戲的客群都不一樣 那所以就是觀眾群啦 那所以說我就是覺得 我每一部都講一下好了 那這一部 星界神話就是在這邊先告知大家 之後的上傳時間會比較晚 就是出片時間會晚一點 平常都是6點多7點嘛 那之後會延到7點多8點甚至9點才有可能 那這點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反正因為其實剛好也進進 學期末了 那相信是很多的國中生 高中生甚至大學生已經放假 或者是在準備考試 那所以說欸 晚一點出 念完書睡前看一下實況 欸 是不是欸 好啦那我們今天來繼續我們的 星界神話 OK 我們趕快來繼續遊戲喔 呃現在搬回家裡了 這個 玩到東西就是 唱這部星界神話其實就是我 實驗階段的一部影片就是 我要實驗看看就是 新電腦在家裡運作的時候 他上傳影片的速率是多少 那目前我這樣看一下啦 我大概9點多發了一部 我9點多丟了一部那個 10G大小的影片 龍之谷就是 我冰龍團最後 入到了一部影片 因為冰龍團現在散掉了 那團長是說他是想要休息一陣子 那我們也就是 也跟著散這樣子啦 那欸 10G的話 目前64% 丟了64%上去 還 還 還需要在1小時47分鐘 那換算下來就是 至少要4小時10G 10G4小時 欸 欸 6G好像要3小時這樣子 對 就是大概像這麼麻煩 像我這一部一定就是4小時 或 欸 6G 差不多 因為他是3D遊戲 現在遊戲都這樣子啊 艾爾之光也更大了欸 欸 艾爾之光我還入過 12G的欸 龍之谷16G也有啊 哇以前是上傳一個晚上的欸 好啦那總之 我早上折忍中丟的影片 現在已經12點25分了 等一下我還有約是要出去 那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不是要跳樓嗎 Wiii Wiii 幹沒有內褲 好啦我們去找休特 上次我們是 欸等一下這邊有一個 BOSS的樣子 星界雲鐵搞不好 可是他要怎麼解欸 這個有點忘記了 這邊還有這個什麼虛空能量金的 還有這個東西不知道是幹什麼的 唉唷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三小欸 注意 注意我們那個 喔喔喔什麼什麼 一瞬間變晚上是怎樣 太酷了 烏拉拉 好啦 哇 大哥你怎麼了 修特 你怎麼在這裡 這 見到你真是太好了 糟糕你受傷了 你們發現一名 受傷的精靈 看起來應該是真說的精靈偵察隊員 瞬間移動 我們跟你分開後 開始分頭調查 並運用你設計的護法符 在古戰場 東南方 扎了一個前哨戰 回報各自的情報 非常吸引他們 召喚了古戰場裡的古代機械 而我不行中了拳套 被大批的古代機械的攻擊 困在這裡 你不要說話啊 我先幫你做緊急治療 真準備要 對修特施展治癒法術 機 請問他你的法術 這麼高科技嗎 不 不能在這裡施法 修特突然阻止真施法 這聲音跟剛剛一樣 古代機械感受到法術氣息 會往這裡攻擊過來 我剛剛一施法回擊 冒出來的機器就越多 才會落這樣的下場 既然如此 既然這樣的話 這是我製作的 護法咒符 請你把這個咒符 幫我在周圍設下防護結界 這樣遠古機械就不會察覺魔法的氣息了 感覺他比較像是那個 咒術師耶 就是法術師跟 我記得就是 一般的奇幻世界裡面設定是 魔法啊 然後 欸就是魔法 還有術法跟咒術 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OK 你確定設這邊有用嗎 怪物都在那裡嗎 你這樣真的有用嗎 大姐 這防護姐姐設得真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 正 揮動著法杖 可以感受到一股魔法氣息正在流動 不錯 這樣那些笨機器就感受不到我施法啦 看你傷得不輕 治療的時候可能得花點時間喔 真仔細確定修特的傷勢 偉大的魔 魔導 精靈魔導的真大人 治療的時候能不能請你溫柔一點 所以他看起來有些緊張 害怕的看著真 幹 糟暴力啊 當然沒問題 我遇上都是很溫柔 得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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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得花上一點時間 請你先出去解界解界外的古代機器可以嗎 那就麻煩你咯 開始幫他治療了 那就麻煩你了 為什麼我覺得你的治療是物理治療呢 我覺得 從以前實況 任何遊戲 到現在我覺得我只有慘教生學得最像 痛啊 看來真的治療方式不像姊姊愛玲奧那樣的溫柔 真的啦我到目前真的只有慘叫聲可以聽啊真的 我們要打18隻耶 好啦那烏拉拉我就不要理他 這邊攻擊路上的這個機器 這種機器我記得這種怪物是不是他那個 比較好贏的可以移出一個四隻五隻之類的 他給亂把回去了 那我們就放生他吧 這烏拉拉真的好 好久沒有遇到一個區域會有兩種怪物以上的人 如果你說像那個什麼 薩滿跟魔劍斯就是 那個哥布林的話那種到例外因為他們是群聚部落 可是這個機器 跟烏拉拉 怎麼看都不像是同種種族啊 好看 你們在海邊追逐嗎 哎呀 一定是一個少男少女 的故事 然後他們總是沒有拆了這樣子 OK那還有 還有7隻 的 多 這超多的 嚇誰啊你 好還差4隻OK 好還差2隻 這絕對是你喔 他剛剛那個翅膀盜盜盜好漂亮喔 天哪 他剛剛那個翅膀要不是就是他的翅膀就是 好幾片 分散然後又組合像這樣子的這種翅膀 其實卡片還蠻喜歡的 如果 如果星界神話就是 我們角色部分 也可以有這樣子的翅膀那我應該會很想要 我看到有沒有要好了 目前為止我是沒看過啦 就是 這個 太美了吧這個 喔天哪 有紫色的 天哪 紫焰審判之意 光輝審判之意 SBARASHI 太美了吧 天哪太美了吧 這個這個這個太美了吧 這翅膀好大喔 天哪 SBARASHI 其實像這種機甲的反而我就不太喜歡 個人對高科技其實沒有太大興趣 可是他這個 配色真的就很漂亮 那這個的話比較像 墮天石露西法 我覺得 糟了我剛才想寫他那個台詞了 我勒 大天哪 喔 哪裡 幹 然後卡約目前有在抽的 我抽到兩個這個了 就是 藍翅膀 兩個藍色的 然後 還差另外兩個就可以把他合成一個 黃的 可是我有點 我不知道該選哪一個好 我應該會選金的吧 我應該會選金的 好像這個 像這個也不錯啊 只是他小了一點而已 而且我也有這個啊 這個反而就是另外一種感覺了各位知道嗎 哇這個也不錯這個也不錯這個也不錯 SBARASHI 這個 就是另外一種的 另類的東西了真的 這個顏色就真的很美麗我覺得 粉月嘛 這個就很漂亮我覺得 如果各位有在關注我友喊冒險的系列的話 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像 那個 就是 傑尼亞縱神的那種背後的神環有沒有 那卡約本身 人設有兩個 一個是 就是他平常看見那個 合色頭髮 還有另外一個黑色頭髮的 他那個後面有個裝飾 就是粉紅色的類似神環的東西 有機會再請繪師把他畫出來 哇速度真快 一邊對著修特施法一邊跟你說 你回來後看到原本清醒的修特倒在地上 關心問則發生 我一看現在 他把他打倒打昏了 他只是痛 痛到昏迷了 只要這一下子我的治療療程就完成了 我迷迷已經很溫柔了 修特真是耐不住疼痛了 這個是超暴力的吧 治療剩下最後一個步驟 完成後修特就可以復原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有點燙 哇我的 電腦原來可以排出這麼高溫啊 想當初這個溫度的時候 我的那台舊電腦已經在 已經在 火龍的咆哮 那種感覺現在這個就只是 火焰機 使用火苗的感覺了 天啊 我發現這裡藏著一隻強大的古代怪物 這些古代機器看來都是被他操縱的 你 告訴真把這隻遠古遺跡交給你 請真繼續把 修特 衣製好 物理 沒問題 對修行 等修特醒過來 肯定的聖龍火虎般的跑跳了 擊敗奧馬雅克 歐馬雅克 我們來看在哪裡 我在這裡 目的 ここにたな 應該是個單人副本吧 找到了在這裡在這裡遠古遺跡 他不是耶 他就只是任務boss而已 為什麼又是大叔你 天啊大叔 這隻有點凶喔 哇靠欸等一下 這隻 這隻有點凶喔 天啊這隻有點凶喔 等一下 等一下我根本沒有看螢幕啊 我頭在轉啊 我的 我的瀏海有點長 不好意思 一直一直 觸到眼睛 幹掉了 不知不覺就把他幹掉了 所以這顆到底是什麼 結果以後官方就跟你講 其實這顆是 其實這裡是摩西海 摩西海岸 然後這顆是 最巨大的愛爾結晶 哎唷 好玩了 可是這一顆水晶真的好大喔 不是我又說 你回到節節內 休特已經醒了過來 身體變得好輕盈啊 疼痛也不見了 休特起身 試著活動自己的身體 那當然我的治療宿可是不舒解決的 真謝謝你了 嗯 等一下我手機需要充電 我的手機勒 我手機不見勒 找到了在這裡 更慘的是我3DS居然 忘記把他帶回 帶回那個台北了 差能講說我自己家住哪裡 等一下一點 一點鐘我還有事情 所以我們只能錄到一點 今天就 一樣比較短 不過要是可以像愛台歐那樣 就更好了 果然 超兇 其他的偵察隊員應該都回到前哨站了 我們在前哨站那 設下了真射擊的 護法咒 當你很安全 非常幸福會發現的 事後那邊跟大家會合吧 我好 我們趕快過去 看看其他精靈有沒有新的發現吧 我的魔法 很厲害 嗨 我覺得應該也沒有人敢破解啦 啊至於這個虛空的 是要怎麼解有點忘記 是要把 把這個東西 送到他身上去嗎 對 對耶對耶對耶對 三顆嘛對不對 是三個還是 三個還是四個 因為我只有看到三個 三個結晶 喔三個三個三個 我看他身上有什麼 雲鐵 看起來很有用喔 扁的再說 先扁再說 先扁再說 怎麼又是大叔 欸我一直按錯是不是 天啊 天啊 現在這個才對你嗎 我需要一個巫女跟著我 你什麼的太讚了啊 有了打到了 現在我們前往這個前哨站了 好 不知道剛剛平凡想了一下我來看他是發生什麼事 你在叫什麼啦 連我都會啦 天啊 這個到底有多大的羞恥心啊 等一下喔 剛剛跳過一個 你回來啦 還有真 你們可能不認識我 我是傳訓官 Dim 好像你比較敵奧 不然我可能先揍你一拳啦 哈蒙 Durl 負責將此處消息傳遞 回營地給泛王子 Dim 其他的偵察隊員都回來了嗎 除了 奈莉塔還沒回來 其他都已經回來過了 他們都要我 回報消息給你 雲點之梯被飛鴻星藏了起來 這段時間飛鴻星徵造了很多軍團 他們都是與薩拉 拉爾海姆為敵的反抗軍 組成了紅葉軍團 準備跟我們聯盟抵抗 OK 我也將這些訊息回報給泛王子了 而王子也派了 派了鋼過來 他也剛到這準備要作戰 好 看來這個已經準備 準備開戰前夕拉 小鋼哥是你 你們來啦 我們找到飛鴻星手下的紅葉軍團 然後我們到大本營就在西北方 泛王子要我跟查理斯組成兩隊 藍星遠徵軍 我們要去對方K龍星人啊 查理斯王子 以先帶隊出發 往紅葉本營的方向去熟悉環境了 而我則帶一隊過來 消滅東北方的 飛鴻星勢力啊 等我準備好軍隊就可以往東北方進攻了 我有派調查隊員耐力塔到東北方調查 但他都到現在怎麼都還沒回來 怎麼辦 我有不想的預感 白痕的呢 報告飛鴻星的手下 破解了據點外的防護正準備要攻進來了說 不可能破解的 這個咒法是我精心設計的 沒有護法咒語是進不來的 難道 看來只能來場應戰了 必須想辦法守住這裡 要開戰囉 什麼 我軍隊太弱了吧 這是水的術法嗎 換軍隊太弱了吧 啊小的們 啊這個 這個義文的臉有點嘲諷啊這個 然後我們就盡快把這個 大字給幹掉吧 然後我覺得語音聲音真的有點小聲 這可能打人打人會大聲一點這樣子 然後他就卡住了 正常啦他這個調語音的 都會 都會有 都會 變一下 我還是調一下好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音效也蠻大聲的 我還是調一下好了 算了還是調回去原本那樣子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老實說我剛剛手機想是想三小 哎你怎麼 你怎麼那麼硬啊 等一下 我最後穿了很裝備我看一下 好他快壞掉了那等一下秀一下 我們還沒裝飾 喔打贏了 剛好 你剛選手跳起來了 你剛選手跳起來了 這個是 一個完美的lag 然後他就掛掉了 哎呀看來就是一個完美的 lag 應戰 看來非用心的手下知道護法咒語了 怎麼辦 我有不好的預感 三星塔隊員耐力塔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我一句大法師又得到 聚魔大法師又得到護法咒的破解咒語 不行 耐力塔是不是遇害了 不行 我要去找他才行 所以看來我們就要陪他去囉 我們負責抵擋他 讓營地不被佔領 你們趕快過去吧 好 如果有狀況我們用信號彈彼此公通 我們只要一隻小法師衝出去吧 原來是女啦 可是你用的他是人部的他 我還以為是個偉娘咧 哎呀 說出我心裡的願望 我忘了哪一種 小法師 這裡呢 邪靈小法師 邪魔小法師 哪個可愛呢 我剛剛那隻王比賽這個好好打 哎呦 剛剛說這種屋子是不是魔女的屋子 等一下 等一下 最近的商人有了這個 就決定是你啦 商人 好走 進攻 窮窮窮 我是蘇金窮 沒有啦沒有 我還沒突 恩 最近卡月在那個玩營養師啊 早上抽到一張SR 叫什麼 青女還漁女的樣子 不是漁女 就是下半身是誰 上半身是人那個 那個算拉米亞的啊 就是有一種 恩恩星光寶箱 有一種傳說中的生物叫做拉米亞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但是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 下半身是蛇的一種雅人 其實這種傳說生物 還蠻玩耳興趣的 可是日本的話 那是青女的 不知道耶 這個我看一下 最近 枇勁的 Os 這個 巨褑鳥是不是 哪有第 巨олод 火牛 打完了好我們趕快去找ZN 喔~~這什麼 暴躁鳥獸 你快來看 真指的一顆巨石 上面刻著看不懂的文字痕跡 這是奈利塔刻下的文字 它已經往這邊去了 這裡全是非常新的勢力範圍 繼續往內的話 看來不太容易 你看這些傀儡術師 他們正在操控附近的野獸 這些野獸被他們操控之後就成了最佳的攻擊武器 不好意思 讓我關那個阿 我需要你的幫忙 你去幫我吸引這些傀儡巫師的注意 我在這邊找我看有沒有他的下落 OK 被操控的野獸 野獸是12隻 然後 傀儡是6隻 哇 這邊一整坨阿 哇 這邊一整坨阿 我把他吸引過來阿 我把他吸引過來阿 話說那個什麼 欸 就是那個傻來的 野獸師阿 他裡面沒有那個 沒有滑頭鬼之外蠻 蠻相信的 相信未來會新增阿 欸 滑頭鬼就是那個 滑瓢 Nuraniho 大家知道嗎 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到外少爺 就是那個 他日文叫做 Nurani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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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是 滑頭鬼之孫阿 對 沒有 我沒有找到 耐力塔的下落 但是我感受到精靈的氣息 真正真的用魔法感應著周圍的氣息 的確也是 我感受到微弱的精靈氣息 喔 清雞啦 喔 就是那個 清雞 SRB 清雞 聲優是 行程淘雞 MOMO HI MOMO HI G是H 還是K MOMO HI 我本來 精靈的氣息真的很微弱 你有兩個這條蛋的失蹤嗎 我感受到兩股精靈氣息 沒有 正常這隻只有耐力塔還沒有回來 另一個是 應該就是耐力塔 沒有錯 但是另一個氣息 這個氣息非常熟悉 但是 應該不是都想的那樣才對 我們先往精靈氣息的方向前進吧 快跟我走 OK 好啦 我來召喚一隻好了 我看我還沒有卷 等一下這個臉是怎麼回事 欸我真的可以抽欸 欸不行了 我把他那種 欸剛剛那個臉根本 太誇張囉 糟了 他送好了那種傷 真將耐力塔浮起 輕輕 不要浮他 天啊 把他這浮起來 不得了啦 各位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大家不要懂 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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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流出鮮血 染到了真的 衣服上 他傷得很重 我怕他活不了 你快點為他 治療啊 但是是要魔法但是不要物理啊 撐下去啊 那裡的 他醒過來了 你早上醒了 怎麼會這樣 你要撐下去啊 我到 這 被他們發現 他們強奏身上的 護法符咒 原來是費用心 走下來強奪你的符咒 難怪他們能夠解開 解解解 突擊前哨戰 你先別說話 我馬上帶你回去治療 適中的精靈被費用心抓走 什麼 血眼魔神把精靈當活祭品 大魔導師 是 不 怎麼又死人了 官方 真是很愛死人 那官方 天啊這遊戲怎麼 這幾天 一天到晚都會在死人 希望你能夠走出悲傷 願他到另一個世界 能夠安息 謝謝你 但我們還有更重要的 事件等著我們 我想要讓他好好的離開啊 你能幫我找到這附近 有沒有忘憂花嗎 這種花生長在陰暗的地方 我不能讓奈妮卡 待在這裡 我要幫他舉行一試 讓他沒有煩惱的 好好離開 喔不 妹子 我還沒有要你 加了電話 我都哭了 我都哭了 好啦那 由於 就是我還不確定家裡的那個 上傳速率的部分 以及就是今天 我 因為 等一下1點鐘有約 所以說 可能要先到這邊結束了 對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 忘憂花獻上給這位 英勇的王者之後 我們就結束吧 謝謝你 將奈利塔送到他該去的地方 很抱歉 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送你走 祖先之靈 大敵之氣 王者之魂 願你安息 真開始默念起精靈 嗯 吊劑文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念吊劑啦 好我們來灑花瓣吧 謝謝你們幫我完成了儀式 已經有太多的傷亡 我一定要快點阻止 飛鴻星的計劃 我的師父 原來就是被他們給抓走的 師父 剛剛是跟奈利塔說 飛鴻星他們要拿來當活祭品的精靈嗎 沒錯 他是精靈大魔導夏恩 是個力量強大的精靈 但在三年前突然失蹤了 我們當時花瓣 花了很多心思在找他 沒想到 可惡的飛鴻星 貴為星界王姬 居然做出那麼卑劣的手段 我一定要救出師父 阻止血液的魔神復活 就是 不讓 奈利塔的白白犧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先到這邊結束囉 好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網點個訂閱以及喜歡 就可以得知我每週獲得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也可以到粉絲團按個讚 Twitch按個追隨 Twitter按個跟隨 嗯哼 那就是這樣子啦 OK 那我們今天的心界神話先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啦 大家掰掰 可是今天還沒有 今天還沒有做那個 今天 那就這螢幕好了 有沒有這個標誌超棒的 剛好符合今天的主題 我們已經攻入了飛鴻星的這個靈地了 好 同意的軍團是吧 來吧 來幹家 居然在我面前讓妹子死掉 去你的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回再見